那包含就是 待會要來講這個有關 這個 錄影轉檔 再怎麼上傳 然後再加字幕 那因為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要掩飾必須要有那個環境 那因為所以我就乾脆就把 前幾次上課的 上課完之後 乾脆把它錄影下來 所以我也是用Kentowski把它錄下來 那轉檔怎麼轉檔 第一個比如說像我這邊有 六個影片 那我希望轉檔的話 我就可以開啟這個Kentowski的Studio 它裡面有一個叫P式轉檔功能 它有一個P式轉檔的功能 那我就把這些影片 把它丟到P式轉檔 這個我沒有把它截圖到 應該在Tour裡面各位可以找一下 有一個叫P式轉檔的功能 那你就把這些影片丟進去 它就開始轉了 其實這個應該是 對這邊是一個影片 然後我把它播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個 就點Tour 然後Sharing 有沒有 這邊有個Bench 有沒有 Production 然後把這個影片丟進來 丟進來之後的話 再按下一步 然後呢 就分別 有沒有 然後再設定一下你輸出的格式 那我這邊已經有設定好一個輸出MP4的格式 那這個MP4格式裡面的話 當然第一個你要一般就用MP4啦 然後 再Next 下一步 然後呢並且選擇你要的解析度 OK 比如說我是1366730 然後再下一步 那再來就是需不需要一個浮水印 當然不加也沒關係啦 不過我習慣是加上我自己的浮水印 因為怕說影片將來被拿去做其他用途 比較麻煩 那設定好之後的話呢 你就再選擇輸出的目錄 然後呢就直接按完成 這樣他就會幫你把這些檔案全部都轉成MP4了 其實我是覺得還蠻方便 對我來說 影響並不大 OK 因為我前面講過 如果可以做一件事情自己輕鬆 別人又快樂 當然是最好的 和樂不為雙贏嘛 OK 那所以批次轉檔 再來的話就是 轉完檔的檔案 要怎麼樣把它上傳到YouTube OK 相關設定的話我們也大家來看一下 影片 把它 做完之後 因為我們會需要把這些檔案的檔名 把它變成一個清單的文字 那以前的話你怎麼做 可能要重新一個一個複製貼 所以我就用那個DOS底下的一個指令 叫DIR 然後把它存成一個P4檔 那裡面DIR其實就是開一個文字檔 上面打這個指令 DIR控一格斜線B斜線O 斜線B斜線O就是 裡面的檔名副檔名幫我輸出 輸出到一個檔名叫00.txt 然後如果我把它直接執行這個P4檔之後 其實如果你們之後要做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蠻方便的 然後你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它RUN 執行這個P4檔 RUN完之後的話你會發現它產生一個00.txt 那你的相關的檔名副檔名就出來了 不然的話以前如果你要取得這個檔名副檔名其實還蠻麻煩的 那我就把這個檔名副檔名產生 檔名留下來副檔名移除掉 然後再把我一個範本 因為之前有做過的嘛 把那個範本貼過來稍微修改一下 改一個日期啦 改一個完整影片連結啦 那這樣就可以把它貼到YouTube上面上傳了 這樣的話其實這個流程對我來說 花的時間不多 對 但是我覺得效應其實還蠻大的 那再來就是怎麼上傳 你可以到比如說你的頻道YouTube的工作室 然後點擊YouTube工作室之後呢 接下來當然它會開啟啦 開啟之後的話呢這邊有一個設定 設定裡面的話你就把那個剛剛的那個 預設的因為其實如果假設我影片有六段 那如果每一個都要貼上去的話很麻煩我乾脆 就把 它裡面的說明全部做一個預設 預設的檔 這個裡面內容就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並且修改它底下的那個標籤 所以我底下有一個TAG 標籤有沒有 然後把它 加到底下標TAG 那這個TAG 其實不加到也無妨啦 只是說 如果你希望將來比較好被人家搜尋到的話 跟搜尋引擎很有關係 你加了之後呢別人就很容易根據那個TAG 找到你的影片 但是如果沒加的話呢 那基本上很難找到啦 也會找到但是 相對 台名也會在 對 就是所謂的SEO啦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影片就直接把它 拖拉丟上去 它就通通上去了 上去之後的話呢 我其實再加一個 影片 因為其實六個影片 你如果要分別寄給人家 人家說到也很麻煩 影片這樣子 散亂著 所以 接下來 我就要來講有關就 你那不然就上傳了 那大概其實應該跑不了多少時間 因為 拜現在網路之次啦 現在網路太快了 現在 我家裡好像是 六十妹二十妹忘記了 還是一百妹四十妹 反正就是 上傳的速度其實還蠻快的 然後上傳完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就是 傳完之後 我看一下 這個應該是 對把它傳完了 再來就是增加字幕 那跟各位講一下 字幕部分也是之前學生常要問說 老師為什麼別的網紅都有字幕 那你的影片為什麼沒有字幕呢 剛剛看起來很痛苦耶 想說我又不是網紅 而且我影片我做這件事情我也是無償的 我不是說我因為我收你多少錢我幫你做這件事 不然他心裡OS啦 但是不能跟他這樣講 好好好 我回去試試看 那後來剛好看到那個 就是網路上有人分享 這個叫 Py Transcript 其實那個Py其實是Py Py就是Python 其實是用Python寫的 然後其實它背後的原理很簡單 因為我有寫過類似的程式 就是呼叫那個Google裡面的那個 翻譯軟體 就是翻譯的套件 他有個套件有沒有就是翻譯的 套件 然後呢連到網路上 那主要是把影片 的聲音檔 轉檔之後 傳給那個Google的套件 他幫我把 這個聲音檔 由聲音檔轉換成文字檔 然後這個軟體再把 文字檔的部分切成 SRT 字幕檔 然後呢就丟回來給我 大概是這樣 所以其實對我也蠻方便 它也可以Py 所以它Py處理很簡單 所以你們可以Google找一下這個關 這個關鍵字 其實也會找到這個軟體 那你就可以把 這一些 影片 找到之後有沒有 把它 就是 它會 設定好來源 然後呢再來就是設定什麼 設定它輸出的位置 並且把這個option 這個好像 它output了之後自動開啟 要不要 不要再把它打勾 再來就設定什麼 設定它的 這個語言 我們是 ZHTW Chinese 然後它就一個一個一個轉 其實還蠻方便的 所以 大概就幾個步驟 來源 然後輸出 這個不要打勾 然後這個的話呢 就選 我們的語系 然後就按開始轉換 它就很快的幫我把它轉換 其實花不了幾分鐘 它就轉完畢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SRT檔 把它丟到哪裡 丟到我們的那個字幕 就是 YouTube上面的字幕 其實就完成了 所以這個大概其實也 沒有太複雜啦 這個我覺得 還蠻OK的 那轉換的結果 我是覺得 當然還是會有一些 錯誤啦 只是說花最多時間 我發現 還要校對 對 那個文字的判斷的步驟 對它還是有錯 但是後來發現 這個 實在太花時間 所以我後來 只要不要錯誤太多 一律 就先不管 我就跟學生講 錯誤是必要的 必然的啦 所以將來如果 有遇到 那是不是說 有人可以幫我校對 是最好的 OK 好那這樣的話 上傳之後設定 上傳了之後 還要設定哪些 其實我會固定SOP啦 所以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這個影片要不要盈利 理論上呢 我會設定那個盈利 就是它會跳那個廣告一些分頓的部分 然後把它發布出去 然後 這個地方 重點在這裡 它有一個 字幕的部分 就剛剛這地方 影片 這邊有個新 就是 影片元素裡面要不要新增 這個字幕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產生字幕了 然後你可以把它選起來 找到位置給它 把那個位置SRT的檔案的路徑給它 然後呢 它就會出現 當然這個時候你也可以校對 有沒有 然後你就一邊聽 一邊看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就把它修正 但是這個還蠻花時間的 至少這個地方可能要卡好幾分鐘吧 OK 所以有的時候我如果沒有太多時間 那我乾脆就是先 只要看起來 不要差太多 那就算了 OK 其實它這個環境我是覺得做得已經相當好了 然後 最後的話 那個權限 是要不公開呢 還是要 公開的 甚至呢 現在它還有頻道會員 我的頻道我會把它開個會員 還真的有會員加入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影片給你的會員 就是專屬的會員才能 對 VIP的 OK 不過這個當然只是一個嘗試性的 我覺得 至少以前會覺得 不太可能 因為必須可能是一個公司 做的事情 現在其實個人也可以做公司 甚至你做得更好的話 甚至你自己一個人就可以成立一個公司了 OK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 全部發佈 一個影片一個影片 所以等到六段影片就要做六次 做完之後的話 那還沒結束喔 還要再來就是說 給其他同學方便的話 再建立播放清單 那播放清單呢 這邊有一個播放清單 你就把那個六個影片 全部再丟到播放清單裡面 然後呢 將來的話 會產生一個 那個連結 你就把那個連結 貼到那個 最後的完整影片那個地方 這樣學生收到 就很方便 然後點進去就123456 甚至如果時段12345678910 他就可以 分別去 觀看那個影片 就會非常的方便 你自己影片播完就接著下一個 對對他會自動 但我跟學生講說你不必從頭播啦 你就是反正你不會的地方你再看也OK 他也可以跳躍式的 也可以線性的 那現在的實體上課就是只能線性的 他一定是12345 他不能說跳著 或者說 突然間跳哪一個不行 所以其實 就是 透過非同步上課 其實有這個優點 我覺得 至少對學生啦 你說對我們也是啊 所以最好是兩者都有 那實體上課有時候可能 可以變成跟學生真的互動的